别苗头呢 朱立伦既要留下来 就要有这种 破釜沉舟 提出一个整个党务改革 否则的话都是假的 对于朱立伦坚持不辞 赵绍康话听起来想要谨言 但才讲完就忍不住嘲讽 朱立伦在刚当选主持人 也说要邀请大家来讨论 他邀请的谁讨论 谁也没邀请 也是他们自己讨论 讲得直接 赵朱之间持续互别苗头 因为浓厚 因为朱立伦才在中常会上 宣布下周一将召集 新科立伦座谈 隔天赵绍康就有动作 我们下礼拜就会开一个 如何做个好立伦的研讨会 我自己会亲自来面授记忆 亲自传授 直询技巧抢当老师 引发联想战斗栏入主 国会人数多 同一周办教育训练 要跟党中央较劲 下礼拜一开了这个座谈会 应该是针对 新科立伦的教育训练 跟赵先生另外要推得 像比较针对议题训练的方式 我想还是路线不太一样 对我们来说不管是什么蓝 但现在有这样子的气势 把我们凝结在一起 觉得对本党非常有帮助 看看新一届国会各派系形成 战斗栏现任加新科 包括赖世宝 洪梦凯 罗志强 徐巧新 王洪威等 群组内就有32人 青猪派包括叶文芝 徐宇珍 谢一凤等 另外卢秀燕 力捧的台中三名 新科立委也有加入战斗栏 至于清韩国瑜的包括丁学忠 张家俊 算下来战斗栏最为大宗 赵绍康的气族也要让热肚足 希望能够凝聚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 那只是对于国民党来讲 就是说这些声量看起来有一些 国民党的人会有一些讨论 但并没有成为一个主气候 战志评论员分析 战斗栏能成行 全靠赵绍康掌握媒体资源 让小金们有曝光度 但进入立法院后 能否跟其他派系交力还很难说 所以欢迎订阅